清朝末年,清政府腐败无能,连一个像样的能人也找不到,整个清朝晚年,不是贪官就是污吏,没有一个清官,地位越高,探得越多,三年清之府,十万雪花银,只是一个小小的四品之府,尚且如此,那些朝中的大官就更多了,就在这乱世之中,一个五十岁的老头横空出世,成为一代名臣,他就是台官出征的左宗堂,八历史密文,探古今真相,欢迎订阅历史小巴克, 左宗堂虽然生在清末,但他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,而在他去世之后,他留下的遗产更是让人意外,左宗堂的遗产有什么奇怪的地方,他留下的遗产多了还是少了,左宗堂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老家,小时候便已经胸怀大志,此时,他的父亲左官兰正在外地当官,小左宗堂只能自学书本,左官兰回家后,见到正在读书的左宗堂后,十分惊讶,为了不耽误左宗堂的前途, 左官兰把小儿子送进了长沙的高等学府,虽然左官兰不常在家,但是他毕竟也是个官,把儿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不在话下,当时的左宗堂只有四岁,十一年后,十五岁的左宗堂参加了长沙当地的服饰。 考中了第二名,令全家人都兴奋不已,但是左官兰却并不怎么高兴,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事了,左官兰一共有三个儿子,左宗堂是最小的一个,他的两位哥哥都是十几岁,便考中了秀才,但是却无法再进一步,如今左宗堂又走上了两个哥哥的老路,他的父亲十分担心,左宗堂的大哥屡事不重,怒火攻心, 在左宗堂十一岁的时候便去世,留了孤儿寡母在老家,而左宗堂的二哥参加了湖南的乡事,考中了乡事第一名届员,但是在此之后,多次参加会是不重。 最终放弃了科举,归隐山林,在长沙读书的左宗堂也有些担心,自己勤学苦读,难道之后也会落得个屡事不重的下场,有了两位兄长的前车之鉴,左宗堂的心态好了很多,他自认为在当时的世道下,读书求取功名, 实在是太难了,但是他就算没有考上,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,因为他在学习的时候,发现了很多有用的书籍,有的是关于种地的,有的是关于治水的, 左宗堂认为这些书可比那些儒学书籍有意思多了,五年之后,左宗堂考中举人,却没打破会是不重的诅咒。 尽管左宗堂的老师们都认为他的文章十分完美,但是左宗堂就是无法考中进士,气得左宗堂直接放弃了参加科举, 此时左宗堂的父母已经去世了,没有人逼着左宗堂去参加科举,他索性就不参加了,由于当时每年都靠奖学金活着,所以离开学校的他有些狼狈, 左宗堂虽然离开了科举正途,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学习,他的才能和志向引起了当地很多人的关注, 当初左官兰还在世的时候,他曾经带着左宗堂去见过一个朋友,这个朋友就是长沙著名的务事派官员贺长林, 他主张的就是不参加科举,有真才实学就是正道, 左宗堂后来能果断放弃科举,转头学各种精士之学,也是受了贺长林的影响, 贺长林见左宗堂成了自己的信徒。 自然要照顾一番,此时的左宗堂早就到了试婚的年纪,于是贺长林就给左宗堂介绍了一门亲事, 女方来自当地富商周家,家里十分有钱,因此他们想让左宗堂入赘到周家去, 在那个时代,男子入赘是一件很丢脸的事,不过左宗堂并没有将这些世俗的偏见放在心上, 他与周小姐见过面后,双方都很满意,于是左宗堂变成了周家的上门女婿, 虽然两人的婚后生活十分美满,但是当初左宗堂入赘时,双方都在考量, 周家虽然有钱,但是家里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。 因此周家的家主,也就是左宗堂的岳父,找到了贺长林, 希望他能给自己介绍一个上门女婿,贺长林很快就想到了左宗堂, 这位故人之子此刻正好无依无靠,入赘周家没准是个好主意, 于是贺长林找到左宗堂,将此事告诉了他, 左宗堂此事根本没有能力娶媳妇,他也正在苦恼此事, 在贺长林将周家的事告诉左宗堂后, 左宗堂很快便同意了此事, 左宗堂与周家大小姐周一端成亲之后, 两人过得有滋有味, 左宗堂一边种地,一边读书, 怡然自得,但这可是清朝末年。 天下动荡不定,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了, 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, 曾国藩创立了乡军,开始与太平天国的军队作战, 当时的乡军虽然人数够了, 但是却十分缺少军官, 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寻找人才, 当时的左宗堂没有在家里赴贤, 因为当时战乱不断, 左宗堂在家里种地也种不安生, 他索性来到了湖南巡抚的府上, 做了他手下的一个幕僚, 当时任湖北巡抚的正是左宗堂的好友胡林毅, 他与曾国藩也是好友, 当初曾国藩组建乡军的时候, 他也出了不少力, 一次偶然的机会, 胡林毅在与曾国藩的谈话中无意间提到了左宗堂, 胡林毅称这个人十分有才, 在军事指挥的能力上更是没有几人可以与他匹敌, 曾国藩听完之后却不以为然, 他认为左宗堂只是一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, 因此他根本没太在意左宗堂, 当胡林毅将左宗堂请来之后, 曾国藩只是问了左宗堂几句话, 两人便不欢而散了, 事后, 曾国藩给左宗堂要来了一个四品官, 让他去当知府, 左宗堂大怒, 当初清政府腐败不堪, 赌上了学子们的仕途, 而如今又拿一个四品官来糊弄他, 左宗堂果断地拒绝上任, 当时左宗堂还给曾国藩去了一封信, 大概意思是说, 我已经有一位哥哥归隐山林了, 大不了我也去山里住着, 但是你给我这个破官职, 我就算去山里隐居, 我也不上任。 从此两人就没有再联系过了, 不久之后, 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, 杭州城告急, 即将被太平军攻破, 但是曾国藩派来的援军还在路上, 结果杭州城还是没守住, 曾国藩痛失两员大将, 这对于将领本就不多的乡军来说, 是一次很大的损失, 曾国藩急需将领来帮他的忙, 而此时的左宗堂正在湖南巡抚的手下当幕僚, 这几年他也指挥了不少的战斗, 效果十分不错, 他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也十分到位, 深得湖南巡抚的器重, 看到左宗堂这样, 曾国藩有些后悔, 他没想到当初自己看不起的书生, 居然真的是一位难得的人才, 为了拉拢左宗堂, 曾国藩又上书朝廷, 给左宗堂讨来了一个官, 这次官足够大了, 是二品的浙江巡抚, 左宗堂接到圣旨之后非常高兴, 自己劳累了半辈子, 终于被朝廷赏识, 年近半百的左宗堂带着家人们赶往了浙江, 之前浙江巡抚的城池杭州已经被攻破, 但是左宗堂并没有灰心, 在他的带领下, 浙江的军队士气大震, 很快便恢复了战斗力, 战争时期, 左宗堂立下了赫赫战功, 平定了太平天国之后, 左宗堂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新疆, 还收复了新疆的大量师弟, 左宗堂一直战斗到74岁, 无论是在朝上还是战场上, 左宗堂都提出过人的见解, 但是清廷在让人失望的方面, 从来不让人失望, 左宗堂的多条计策全都没有被清朝采纳, 而已经年老的左宗堂寿命将近, 在不久后便去世了, 享年74岁, 左宗堂去世之后, 朝廷派人来收拾他的财产, 从他的家里找出了两万五千两百银, 虽然听起来很多, 但实际上并不算很多, 当了浙江巡抚之后, 左宗堂每年的凤禄是一百八十两, 这点钱根本不够用, 但是清朝还有一份养连银子呢, 这养连银子的数额跟官员所在的地区有关, 离京城越远的, 养连银就比较多, 最多的时候是两万养连银子, 因此, 左宗堂只依靠凤禄里的银子, 也能攒下两万多两银子, 而且与其他的官员比起来, 曾国藩这点钱简直是九牛一毛, 与左宗堂同为晚清四大名臣的李鸿章死后, 留下了数千万两白银, 还有六万亩农田, 还有商铺, 当铺等产业不计其数, 还有曾国藩, 曾国藩表面上是个清官, 但是他却纵容自己的弟弟四处敛财, 然后自己再从弟弟那里拿钱, 死后留下的也是不少, 由此可见, 左宗堂这两万多两白银确实不算什么, 以他的身份来说, 甚至还有点寒酸, 还有他的九处房产, 其中有两处是别人送的, 还有两处是墓地, 剩下的都是在农村里的村舍, 根本不值钱, 所以说左宗堂实乃清朝末年的贤臣能臣, 是黑暗漩涡中的一股清流。 没有, 按照或讨论子和谷歌不静一样, 是黑暗地的替 смотр, 熟悉天窟了。 适合一堆止。